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预测的我国2050年总人口数 你就知道政府有多着急 这个数值会导致什么结果 对我们老百姓有啥影响 且让我们慢慢到来 一 联合国预测 中国人口已达峰值2022年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这一年我国人口总数为141,175万 比上一年足足少了85万人 增长率为负的千分之零点六零 2022年联合国在世界人口展望中预测 中国人口数量14亿多已达峰值 这个峰值就是意味着 以后要慢慢下降了 根据他们的预测结果 27年后的2050年 中国人只剩13亿左右了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居然比现在减少了1亿多人 而且这个过程还会继续到2064年 大概只有10亿左右了 2022年全国常住人口增长率 是不是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国家都放开二胎三胎甚至更多胎 人的寿命还在不断增加 人口怎么会越来越少呢 关键在于这些政策出台几年了 效果并不明显 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惯性 一时半会还停不下来 虽然国家在下大力气改善生育环境 降低育孩成本 比如遏制校外培训 提高育儿价 住房政策倾斜等 但对老百姓来说 犹如隔靴搔痒 没解决根本问题 有没有发现身边不婚不育的人越来越多了 年轻一代比父辈竞争更激烈 不肯老就不错了 想养儿防老似乎不太现实 年轻人的压力 况且现在金融产品比较丰富 人们可以通过投资理财为自己养老 养孩子势必降低女性的职场竞争能力 经济收入低 以至在家庭中地位低 以前每家一个子女 人们望子成龙更心切 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这些知识阶层更关心自我成长 以及自我价值的体现 这样一来 生育率就走低 劳动力再逐渐减少 人口结构问题凸显 随着社会的进步 科技的发展 人的寿命越来越长 现在八九十岁的老人随处可见 一些人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与工作年限差不多 而我国养老金是现收现付 领的人越来越多 缴费的人越来越少 势必增加国家财政负担 养老金国家负担太重 那就修改政策 相同情况下 早退休的人领得多 晚退休的领得少 因为计算公式的分母变大了 附加项减少了 结果就是算出来的养老金少了 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2022年 我国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有两万八千零四万人 占比百分之十九点八 接近百分之二十的中度老龄化指标 按照这个速度 今年六十岁以上老人占比 肯定超过百分之二十 2035年将超过百分之三十的 中度老龄化水平 2054年将超过百分之四十的 超级老龄社会水平 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改善 问题会变得很严重 国家在想各种办法 促进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四川只是观念更超前 先吃了螃蟹 这是在发达国家 确实是稀松平常的 国家希望这样的父母 联合国这个预测结果说明什么 我国已进入 少子化老龄化时代 我国每个劳动力 供养的人口在逐年增加 现在是两个人养一个人 到了2050年 一个就要养一个 压力翻了一倍 二 低生育意愿下 少子化拖累经济2022年 中国出生了956万人 比2021年减少了106万人 出生率也同比下降了千分之0.75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 原新认为 这是意料之中的 这是实行30年计划生育 导致的必然结果 未来一段时期 人口出生增长率会在零职附近徘徊 人口出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主要看阻碍生育和促进生育的因素 谁占上风 如果生育率长期保持在目前的1.4%至1.5% 到2100年 我国大概能剩7-8亿人 若是低至1%左右 那就只有5-6亿人了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预测 到2035年 每100个劳动力按15-59岁计 将抚养54个老人 2050年将达到82人 如果把要抚养的小孩加上 2035年 每100个劳动力要抚养73人 2050年为106人 抚养责任越来越重 生育率下降 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 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 联合国在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中指出 有许多国家的生育率 几十年都处在下降状态 这也是一些发达国家才有的 而像印度这类不太发达国家 一直在增长 而且还有相当长的人口红利期 不同年龄段人口比例 北大教授梁建章 在他的人口战略 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 一书中提出 人口不单单影响劳动力的供给 而且还会左右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 他给出了创新力公式 创新力等于人口数量 成人口能力成 内部交流量加外部交流量 而中国目前正处于创新经济阶段 创新力事关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持续性 杨建章教授还在他的书中指出 中国的生育成本排在世界前列 生育率却成了世界垫底的 2022年 我国的生育率还不到1.1 华同期的发达国家达到了1.6 国际社会认为 生育率1.5就已经是警戒线了 照此下去 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当然预测结果并不代表一定会发生 它是基于目前情况和发展趋势 按一定的预测模型分析计算出来的结果 如果我们能够干预其中的影响因素 结果也会朝着我们希望的发展 杨建章教授的书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 中国在2016年放开了二孩生育 2021年 三孩政策出台 可是 政府高估了大家的生育意愿 我们需要更有力的措施 提高民众生育意愿 提前干预 不然 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三 人口老龄化是不可挡 挑战和机遇并存少子化 是因为人们不愿意生育 政府可以通过出台政策 让社会环境变得对生育友好 营造相应的文化氛围 至少可以让这一问题得到改善 可人口老龄化 是科技 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挡不住的历史潮流 当然 我们可以因事利党 便不利为有利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老龄社会的定义 有两种情况都属于这一范畴 一种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超过百分之十 另一种情况是65岁 及以上人口超过百分之七 希望老人都能优雅从容 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交织在一起 加剧了老龄化问题带来的挑战 60年代的婴儿潮 这批人现在正好到了退休年龄 1962年出生的有2500万 1963年有3000万 联合国预测 2050年 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5亿左右 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老的国家 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 马上就会超过英美两国 2050年将超过德国 接近日本 我国目前60岁以上人口占比 已达到20% 属于中度老龄化国家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 财政压力 医疗资源压力 抚养压力 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据国家卫健委预测 从2015年到2050年 我国在老人养老 医疗 以及看护照料方面的支出 占GDP的比重 从7.33%增加到26.24% 老龄化带动养老护理行业 目前我国老年大学资源紧俏 养老院闯位要排队 医疗资源紧张就更不用说了 政府一下子顾不过来 不可能照顾得很细 前不久 小区一位独居老太太跟我抱怨 说社区不关心她 干个什么事都要自己亲力亲为 有时真的力不从心 同样在小区 社区医院免费为三高老人登记建档 定期为他们体检 指导他们合理用药 按时服药 随着老年人群增多 营发经济也在悄然兴起 老年人参加各种兴趣培训班 到处旅游 拉动了消费 还有一部分人重新就业 他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企业还不用给他们买社保 营发经济机会来了 还有的老年人承担了招呼孙辈的任务 陪孩子玩 教他们一些知识 接送他们上下学 减轻了年轻人的负担 进入了新需求 也促进相关行业专转型 比如医疗保健行业 为了适应老龄化社会 从过去的以疾病为中心 转向以人为中心 发展全科服 比如足利剑这个品牌 专门挖掘老年人需求 从老年鞋子到各类老年服饰 老年人开心了 他们也赚得荷包鼓鼓的 任何事情都不只有一面 我们遇到的老年社会危机 那也是位中有机 正如李强总理说的 坐在办公室都是困难 走出去都是办法 老年经济还有更多宝藏 等待大家去挖掘 营发经济大有可为 四作为普通人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人口开始零增长或负增长 预示着少子老龄化 将成为常态 近些年 我们也看到政府 在不断调整政策 应对这些问题 2022年8月16日 国家17个部门联合发布了 支持生育的指导意见 尤其对三胎家庭 实行多方面的政策支持 阵仗还不小 当然政府是从宏观 全局出发 平衡大多数人的利益 具体到每一个人 有人欢喜有人忧 比如降低养老金 缴存比例 降低了缴费者的负担 但个人养老金的领取 也会相应减少 比如医疗保险 个人账户减少 爱锻炼 少生病的人就有点吃亏 而那些老病号 经常要去光顾医院的人 从中受益 社会保障 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营造良好的生育环境 降低育儿成本 延迟退休 减轻财政负担 大力发展人工智能 弥补人力资源不足 这些都是政府在做的事 而我们每一个人 也会在这种大趋势下 遭遇各种挑战 作为个体 我们要明白 这对我们预示着什么 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应对 首先我们要清楚 社保不可能完全满足 今后的养老所需 政府提倡养老三支柱 国家企业和个人 共同承担 不要以为 我有社保就高枕无忧了 到时候别人吃干饭 你只能喝西粥 企业年金 不是每个企业都有的 找个好单位 才会有这部分福利 除此之外 你还得自己准备一部分 买理财产品 还是买商业养老保险 它们各有优缺点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金融理财 衰老是自然规律 我们只能尽力延缓它的进程 无法阻止这件事情 其实一个人或一个家庭 最不能承受之重 应该是身大病 老了吃饭真的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